Keyboard 给梦想资助计划在台湾 已经堂了脉落到了第17届 而且要正式起跑了 可以看到包括评审团的主席 中营院的院士曾志朗 以及国发会的前主委陈美玲 都特别到场支持 由于是上一届的得主 行动深夜食堂的吴俊德 透过这项的资助 以及之下他的行动参车的据点 拓展到了双北嘉义和花东 号召志工和技术库的孩子 人数更是超过了200人 真正是让装错少年 一步一步走向人生正确的道路 而主办单位也号召 更多有梦想的台湾人 即日起到10月26号中午为止 把握时间赶快提出 你的梦想企划书吧 而世上透过年龄举办 团队已经参与了多达 183个梦想计划 也希望能够鼓更多的台湾人 以实际的行动突破困境 挑战不可能 爱达电视综合报道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讨论